我 浙江场二代 男友陪我做美甲师 平时安静的美甲师忽然变得话多 姐姐 你鼻子在哪儿做的 做得真自然 我看到他之前态度很好的份上没有计较 转头和男友商量订婚的事 结果 他吃惊地看着我 姐姐 你不是订过婚了吗 一 今天男友周舒阳难得休假 我就让他来陪我做美甲 路上 我还和周舒阳称赞这段时间帮我做美甲师 洋洋 这个妹妹人挺好的 无论做什么款式 都是一样温柔的态度 而且他话很少 也不乱推销半卡 正好我卡里没多少钱了 今天我准备再充个两千 周舒阳看我的眼神里包含着无限宠溺 嗯 你喜欢就好 一会我帮你去前台充卡 等我到店时 杨阳见识我 眼睛弯了弯 姐姐 你来了 我笑着点点头 周舒阳帮我拎着包 小月 充值的话去前台报你号码就行吗 杨阳顺着声音 朝我身旁看去 然而 他在看到周舒阳的那刻 瞳孔不自觉地收缩 眼神中写满失落 只是瞬间 他就满脸笑容的看向周舒阳 对 去前台充值就行 不过能不能麻烦你报下我的名字 这样就能算我的业绩 我叫杨阳 杨阳把他的名字咬得很重 似乎在期待周舒阳听到这两个字的反应 可周舒阳只是点点头 就去往前台走去 二 杨阳开始帮我卸甲 平时一句话都不多说的他 主动和我聊天 姐姐 刚刚那个男生是你男朋友吗 问完这句话 他甚至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我刷着工作群的消息 回道 嗯 这个似乎刺激到他 反问的话脱口而出 你不只是个营业员吗 周医生可是宠物医院的院长 我的视线从手机上移到他的脸上 所以呢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冰冷 杨阳善善地笑了笑 姐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其实是想夸你很厉害 能找到那么好的男朋友 对你花钱还大方 三 我读懂了杨阳语气里的阴阳怪气 我们家是开母应用品厂的 全国都有品牌连锁店 大学毕业后 我爸计划让我接手他的事业 他安排我先到我们家最大的实体旗舰店 学习一段时间 而这家美甲店和我们旗舰店就在商场同一层 所以我经常穿工作服过去 杨阳就误以为我是母应店的营业员 我也一直没解释过 听他的语气 明显是觉得我一个营业员 高攀了周书阳这个宠物医院的院长了 但看周书阳刚刚的神情 好像并不认识他 充值完 周书阳就坐到了我旁边的沙发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今天的杨阳下手特别重 抹指甲时 好几次磨到我的肉上 我开口提醒你动作轻点 杨阳没有回应我 反而直勾勾盯着我的鼻子 姐姐 你鼻梁在灯光下怎么是透明的 网上说鼻梁透明就是打了波调酸爱 你是在哪儿做鼻子啊 还挺自然的 四 这句话让我之前对杨阳累积的好感 荡然无存 但看在他平时一直很安静 很温柔的份上 我终究没有对他恶语相向 我静静注视着他 不带一丝温度 鼻子是我天生的 从现在开始好好做你的指甲 你再多说一句 我立马找老板投诉 周舒阳发现我神情不对 从沙发坐到了我的旁边 我刚才和同事发信息 出什么事了吗 我摇了摇头 没事就好 小月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周舒阳的语气充满了惊喜 我同事的老婆就在地付你当店员 你看中的订婚戒指 他们店里正好有现货 做完指甲我们就过去 骤然间 杨阳把我的手握得生疼 就在我要发火时 他吃惊的看着我 订婚 姐姐你不是订过婚了吗 五 随后 他立马捂住嘴 装作一副说错话的模样 畏畏缩缩的看着我和周舒阳 因为他的声音喊得很大 所以整个店的人 都朝着我们这边看来 一副吃瓜的表情 我气定神闲的抽搐被他握着的手 拿出手机对着他开始拍摄 你说我订过婚 那一定是参加过我的订婚宴 可我为什么不记得 自己举办过一事 我眉头紧皱 表情凝重 哦 我知道了 当时我一定是被人下药 挟持去了订婚宴 我现在就打110 杨阳 你一定要帮我作证 杨阳看到我真的报警 突然变得惊慌失措 他紧咬着下唇 不是 姐 当时也就随口一说 也许是我记错了 我继续装作听不懂 杨阳 你是不是担心 作证坏人会报复你 你放心 这人已经涉嫌绑架 拐卖妇女了 我一定会告到他 老底坐穿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双手不自觉的颤抖着 姐 你别报警 可能是我客人太多 把你和别人搞混了 我微微扬起下巴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一句搞混了 就可以随意诽谤我 侵害我的名誉吗 这是没那么简单 此时 店长也过来了 问清楚缘由后 他让杨阳立马和我道歉 杨阳深吸一口气 发出的声音小得可怜 对不起 店长见我脸色 没有丝毫缓和 面带歉意地问我 这件事 确实是我们员工的问题 如果您对他的道歉不满意 可以说说您的想法 我直接了当 开除 我把今天从进店 到刚刚发生的事 大声说给店长听了一遍 店长越听脸越黑 把工资结给杨阳后 就让他明天不用来了 六 本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周书阳给我打电话 杨阳居然找到宠物医院了 我一听就开车赶了过去 和周书阳刚认识时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宠物医生 他工资六千时 能贴四千 去给流浪小动物看病 自己只剩下两千 交房租吃饭 刚开始我还觉得他蠢 因为我从小 就被当做一个商人培养 唯利是图 可慢慢地 我被他的善良所吸引 和周书阳在一起后 正好我有个朋友出国定居 他手上有个小型宠物医院要转让 我就悄悄盘下来 把周书阳挖来做了院长 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能力 去帮助流浪的小动物 我也没想着靠医院赚钱 因为这个世界 除了我这样的商人 也应该有周书阳这样善良的人 但这是我一直没告诉周书阳 宠物医院有什么事情 我都是让我表姐出面当老板的 所以至今周书阳都不知道 这家宠物医院是我的 气 等我到时 杨阳正双手抱息 蹲在宠物医院大门口 周书阳正一脸无奈站在他旁边 我走过去 轻拍下周书阳的肩膀 你和他之前认识吗 周书阳连忙摆手 不认识啊 我也一头雾水呢 听到这话 杨阳的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 像是有着许多不可诉说的委屈 我开门见山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周书阳在这里上班的 杨阳却没有正面回答我问题 而是带着哭腔哀求起来 姐姐 你可能不知道 我收留了好几只的流浪猫 为了给它们看病 我还背上了贷款 我真的很需要那份工作 不然家里小猫就要断粮了 虽然它表面是在求我 全程却直勾勾盯着周书阳 见我完全不为所动 杨阳突然冲到我面前 竟要朝我跪下 爸 这一瞬间 我是错愕的 我甚至反思 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可转念一想 明明我才是被无缘无故造谣的那方啊 宠物医院本来就在城市主干道 人来人往 我们这不晓得动静 已经吸引很多的人的目光了 连医院里周书阳的同事都在频频观望 一旦他真跪了 我游离也跟杖势欺人了 我用力拉住他 不让他跪下 可他却像失心风般 拼命往下坠 我朝周书阳使了个眼色 他连忙上前拖住杨阳的手臂 可杨阳手臂一转 双手紧紧反抱住周书阳的手 周书阳连忙想抽出手臂 杨阳就从他的身上贴着滑下去 顺势跪在了周书阳面前 他崩溃大哭 一把抱住周书阳的小腿 周书阳 周书阳 我是杨阳啊 周书阳根本没空听杨阳说什么 只想扒开他 周书阳 你不记得我 总该记得煤球吧 当初你家煤球丢了三个月 是我捡回去养着的 就 周书阳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原来你是当初捡到煤球的好心人 他感激的将杨阳搀扶起来 你快别跪着了 我女朋友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有话好好说 周书阳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杨阳眼泪汪汪的半贴着周书阳 可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你帮我和姐姐求求情吧 被造谣的是我 杨阳却一直拉着周书阳道歉 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俩 周书阳肩膀一僵 为难的回望我 小月 你能不能放过他 当初煤球丢了三个月 我半条命都要没了 要不是杨阳 煤球可能早就死了 我双手抱胸 回答得斩钉截铁 不能 周书阳可能没想到 我如此不给他面子 而且还是在他下属面前 所以他的语气 不自觉染上了绿色 他能收养那么多流浪猫 说明他心底肯定很善良 你就当可怜可怜那些猫 别再咄咄逼人了 我警告班瞪了他一眼 然后反问他 他昨天污蔑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家里那些猫呢 成年人不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医院里看不起病的穷人也不少 个个都可以随便污蔑别人 再利用可怜去绑架别人吗 周书阳眉头紧锁 露出既惊讶又疑惑的表情 仿佛变得不认识我一般 他只是把你和别人搞混了 你为什么如此大的恶意 还非要逼他丢了工作 冷笑从我的唇边缓缓蔓延开来 是啊 谁有你善良呢 既然你这么见不得他和他的猫受苦 那咱们订婚戒指就不用买了 你都送他买猫粮吧 我的话刚落音 周书阳神情肉眼可见的慌乱了 小月 我不是这意思 可我懒得再听 开着车扬长而去 十 晚上 周书阳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有理会 因为第二天 我就要飞往国外 去参加一个母婴用品交流会 想把自家的品牌打入国际市场 等我回国 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今天表姐居然破天荒的来叽叽了 坐在副驾驶位上 我看了眼时间 早上十点 我好奇地看向表姐 大小姐 你平时这个点不是还在睡觉吗 今天怎么还跑过来给我叽叽 我简直受宠若惊 表姐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你可算回来了 这些天 我为了不影响你在国外发挥 我都一直忍着没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回来 宠物医院都要让人给搬空了 表姐边说边往宠物医院的方向开 你是不知道 你出差没两天 周书阳就把一个叫杨阳的女孩 招进了宠物医院里当收银 这一刻 我的心仿佛被猛然被拘势压住 不可抗拒地沉了下去 其实我在出差的这段时间 周书阳也一直在和我道歉 我还以为他真心悔过 没想到我一回来 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表姐继续说道 我怕周书阳和杨阳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就时常看看医院的监控 他每天都要拿个七八盒去喂流浪猫 还有猫条零食什么的 都是什么贵拿什么 而且我怀疑他在做自媒体 因为我发现他好几次都在工作时间 偷偷捡喂流浪猫的视频 我就特地在同城搜了流浪猫相关的视频 没想到还真让我搜到了 11 我接过表姐递来的手机 杨阳的账号上已经更新了6个视频了 热度一个比一个高 因为杨阳每一条视频喂流浪猫的食物价值都非常高 巅峰的鹿肉猫粮 375元500克 一次打抵两袋 巅峰的猫罐头38元一盒 一次打抵八盒 进口冻干60块50个 一次打抵八袋 也就是说 他拍一个视频的成本就在1600块左右 评论区的网友都喊杨阳富婆小姐姐 当然也有人质疑的 不是作秀的话 建议换点时会便宜的粮 这样可以长期喂 杨阳回复 也许在你眼里贵的粮 在我眼里就是便宜的哦 流浪猫也值得更好的 管好你自己吧 接着好多网友在下面回复 富婆小姐姐太霸气了 现在杨阳的账号 已经有了8000多个粉丝 他主页介绍还写着 商务合作请假绿泡泡 而他最新更新的一条视频 发布不到一天 居然已经有5万点赞 我点开那条视频 一样还是在喂流浪猫 但当我点开评论区后 我就明白这条视频 为什么会如此爆了 视频28秒出现的那只小白猫 博主能不能再去看一下 他很瘦 肚子却非常鼓 而且他吃猫罐头的时候 精神没敏 加上他的结膜和耳朵都非常的黄 我怀疑这个小猫得了猫传妇 网友A这条评论 被杨阳设成了置顶评论 一个小时前 杨阳回复了网友A的评论 杨阳 非常感谢你的评论 小猫我已经找到了 也让我男朋友检查了 确实是猫传妇 网友B问道 你男友检查 认真的吗 杨阳回 不好意思 是我没说清楚 我男朋友是宠物医院的院长 现在我已经把小白猫 带到他的宠物医院打针了 然后附了一张小白猫 打441针的照片 和周书阳认识那么久 我是知道猫传妇这个病的 这病只有一种特效药 就是441针级 一针300 医生一般建议打满90天 其间还要吃户干片 营养素 反正治好 怎么也要花个三万左右 下面一堆网友 在夸杨阳有爱心 杨阳回 以后我每天都会在粉丝群 更新小猫打针哦 想看小白猫的小伙伴 可以进我的粉丝群 车子停好后 我把手机还给了表姐 表姐翻看了二眼 冷哼一声 她这是想白嫖我们店的东西 把自己打造成白富美网红了 而且就这个运镜 剪辑加制造话题的能力 这个杨阳可是玩斗音的高手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视频拍的确实很专业 她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账号了 对了 让财务对过账了吗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 昨天晚上让财务加班盘了下 食物累的少了一万的货 药品累的 表姐的话说了一半 打扬起我的神情 我摇摇头 姐没事 你继续说 药品类少了二瓶护甘素 还有营养剂 这441针剂倒是走了周舒阳的账 不过只开了7支 小月 你打算怎么办 我淡淡道 人是周舒阳招进来的 怎么处理 让他来决断 当时和他签合同的时候 合同上写明老板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管理 但如果他的处理不好 那也可以换掉他这个院长 13 我和表姐手玩手走进了宠物医院 一楼的店面并不大 主要是卖一些宠物食品 用品 二楼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用来给宠物看病 住院 杨阳就是在一楼收银 我们推门进来后 杨阳连头都没抬下 一直坐在前台鼓刀手机 直到我们转了三圈 他才走到我们身边 等看清楚是我时 杨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瞪着我 你来干什么 随后 他的视线又转移到表姐手上的猫罐头上 杨阳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淡淡的冷漠与不屑 他的嘴角微微勾起 却不带丝毫笑意 哟 还能带着朋友到男朋友的医院打饥荒啊 没钱养猫孩非要拿38块进口猫罐头 也是蛮好笑的 我奉劝有些人 别把男朋友当冤大头用哦 否则一旦男人醒悟过来 什么都捞不着 只能躲在家里哭唧唧歌 虽说表姐平时帮我代为打理医院 但她也很少露面 医院大小事物都交给周书阳管理的 所以杨阳并不知道表姐是这个店的老板 表姐懒得理她 拉着我去二楼找周书阳 可没想到 杨阳却拦在了楼梯口 不让我们上去 你们又不给宠物看病 为什么要去二楼 她得意杨阳地看着我 你不是和周医生闹分手吗 干嘛还来她医院打扰她 是不是后悔不想分手了 但又拉不下脸 只能用这种方式求复合 表姐指着杨阳怒道 滚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杨阳翻了的白眼 我好怕哦 两个老女 表姐猛地向前一步 双手向她的脸上扇出 没想到却被人从后面一把抓住 两位顾客有话好好说 为什么要动手打我的员工 我和表姐起起转头 只见周书阳拎着两袋子奶茶 面容冷峻 十四 杨阳刚刚嚣张的脸 立马变得委屈巴巴 可周书阳这回没空看她了 她的瞳孔骤然放大 因为她已经认出表姐和我 办公室里 表姐将杨阳偷东西的监控视频 和财务整理的表格 扔给了周书阳和杨阳 杨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真是资本家 赚那么多钱 喂点东西给流浪猫吃吃都舍不得 是我失职 我会让杨阳把钱补齐的 表姐反问 只是补齐 周书阳打量着表姐的神情 接着说道 补齐之后 我会让她离职的 表姐冷眼望向周书阳 不报警吗 周书阳愣了下 我大概能猜到 她应该是把这些东西都喂给流浪猫了 她可能还是太年轻了 能不能放她一条生路 杨阳脸色一片胀红 看着比我们还要愤怒 周医生 你别求他们 这两人这么黑心 我要把他们曝光到网上 让他们尝尝被网爆的滋味 我隐晦的给了表姐一个眼神 示意她报警 本来我是想着 如果杨阳认错态度好点 主动把钱补齐 把她开除就行了 但既然她这么嚣张 那就去蹲监狱 清醒清醒吧 表姐心领神会的拿出了手机 摁了110 周书阳恳怯道 林总 别报警了 我现在就开除她 这钱我替她补上 我冷冷的望着周书阳 目光森然 周书阳 你确定吗 15 周书阳回望我的眼神 复杂难辩 小月 我晚点再和你解释 随后 她当着我和表姐的面 扫了店里的收款码 付了1万块 付完钱 周书阳就让杨阳离开医院 杨阳还想嘴硬 可当她知道偷东西的价值 已经到了判刑的标准 她溜得比兔子还快 只是她走的时候 还带走了 那只得了猫船付的小白猫 第二天一下班 周书阳抱着煤球 出现在我家门口 煤球是一只肥嘟嘟的小科鸡 很可爱 但我对猫毛 小月 求你看在煤球的面子上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看向箱子里的煤球 像一个毛茸茸的球 那双圆溜溜的眼睛 正温柔地回望我 开门的时候 还是停住了 周书阳连忙开始解释 煤球6个月的时候 我被当时的医院 派去外地学习两周 她苦笑一声 那时候我太穷了 找不起宠物喂养和寄养 只能把煤球 给我妈妈养一段时间 但我高估了 我妈对宠物的常识 她开门签收快递时 煤球从门缝里跑了 尽管我连夜赶了回来 用了无数方法 都没找不到煤球 直到煤球丢掉的第四个月 洋洋把煤球送到了 我当时工作的医院 她告诉我捡到煤球时 煤球就差点就死了 是她精心照顾了煤球三个月 周书阳眉眼中带着感激 当时我还问她 为什么这么爽快 把煤球还回来 洋洋说 她一个月前就看到 我的寻狗启事了 但担心我是一个不负责的人 就偷偷来我留的医院地址 观察我好几次 等确认我是个好人 才把煤球还给我了 她没有问我所要任何报酬 只加了我的微信 因为她想时不时看她煤球 所以我昨天才会替她出那笔钱 全当还给她了 周书阳话锋一转 这段时间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不过你放心 欠她的我已经还清 我和她的关系到此为止了 我不解 那你当时在煤甲店 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洋洋 周书阳可怜巴巴道 我和她只见过那一次 当时疫情大家都戴着口罩 我根本没看到她的脸 我已经认识你 就婉拒她了 小月求你原谅我这次 听完周书阳的解释 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因为她现在急切的模样 让我想起了 我们刚在一起时的一件事 那天我外公在家摔了一跤 腿摔骨折了 可外公住的老小区乱停车 救护车根本开进不来 而我爸妈 当时还在从A市赶回来的路上 周书阳二话不说 把我外公从五楼 背到小区外面的救护车上 就因为这件事 我对他越来越信任 依赖 虽然没有把家事告诉他 但也买了家宠物医院 给他当院长 所以我决定看在外公的份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16 接下来的一个月 周书阳每天对我越发关心 心里的小疙瘩 也被他的温柔也渐渐抚平 今天正好我的生日 我和周书阳约好 一起去吃晚餐 然后再去买订婚戒指 上次从美甲店出来 他就被紧急靠回医院 买戒指的事就这么耽搁下来 吃完晚餐 周书阳去了趟洗手间 而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连续震动几下 我下意识瞥了一眼 是杨阳 周书阳的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很轻易就看到了杨阳的消息 可刚看到前两个字 我脑子轰了一下 老公 你在干嘛 我第一反应就是周书阳出轨了 为了不被周书阳干扰 我拿着他的手机 去楼下找家咖啡厅 从头欣赏他们两人的聊天记录 而这聊天记录 真叫我叹为观止 17 刚开始 确实像周书阳之前说的 两人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眉球的事 时间跨度也比较大 语气也都礼貌克制 直到那天杨阳被他开除后 晚上12点 他和周书阳表白了 周书阳 其实我在偷偷观察你那个月 就喜欢上你了 原本我以为 能把自己宠物弄丢的人 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人 后来越观察 我越发现 你对小动物真的很有爱心 去医院把眉球还给你时 我根本抑制不住自己的心动 可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 我中专毕业 只是一个没文化的眉甲小妹 但是 当我知道你女朋友 只是个母婴店的营业员时 我后悔极度的快疯了 凭什么 如果你愿意找这样的女朋友 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会比她更温柔 更听话 周书阳不知道是睡了 还是故意没回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周书阳才回了一句 对不起 我有女朋友了 杨阳几乎秒回 我知道 喜欢你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后面我只会默默等你 只要你回头 我永远都在你身后等你 我刚刚也找到一份 晚上代价的工作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一直烦你 周书阳回道 你一个女孩子 晚上干代价也太不安全了 杨阳和我再不赚钱 就没钱还贷款了 那时候为了就没求 我借了挺多家贷款的 虽然我一直在海 但是利息实在太高了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让你给我钱 你别误会 其实我也想多存点钱 提升下自己的学历 我想自己能配得上你 周书阳过了一会 给她打了个语音 显示通话五分钟 虽然不知道她俩说了什么 但语音挂断后 杨阳发了好几个欢呼的表情包 显然非常开心 18 再往下翻 是杨阳发了一段视频 是她在给她加小猫洗澡 视频里的她 浑身被水淋透 白色连衣裙紧紧贴着她的肌肤 几乎变得透明 黑色内衣裤 因水的净润更加明显 她半蹲在浴室里 手上再给小猫洗澡 双眼却无辜地仰看着镜头 这段镜头多角度切换了好几次 很专业 周书阳 你下次别再发这种视频 不合适 杨阳秒发了两张 她刚捡到眉球时 奄奄一息的照片 周书阳态度立马就软了 接下来就是杨阳每天给周书阳 虚寒嫩暖 不然就是转发小红书上 各种女追男帖子 按这五个步骤来 多高冷的男人都能拿下 叫你crush七天老公 她要是不爱上你 我和你姓 自从转发了这个帖子 杨阳就开始叫周书阳老公 刚开始周书阳还是拒绝的 杨阳却说 我就叫七天 如果你没爱上我 我再也不打扰你了 在周书阳的默许下 杨阳先是发文字叫老公 后面开始发语音消息 每到晚上十点多 一声声家子音的老公 听得我直冒鸡皮疙瘩 翻着翻着 忽然一张照片映入我的眼帘 白色的餐桌上 铺了一块蓝白格子的桌布 上面摆放着四菜一汤 这张照片是杨阳发的 而这个餐桌是周书阳家的 我以为是我眼花 正想放大看看 手机忽然提示 你的微信账号 已在另一个新的设备登录 本设备已被强制退出 我将周书阳的手机锁屏 扔进了包里 不一会儿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接起电话 然后慢悠悠走到厕所门口 等着周书阳 过了两分钟 周书阳气喘吁吁跑来了 小月 你去哪了 我到处找不到你 手机也不见了 只能跑到车里去拿工作机 周书阳的语气略带心虚 我手机在你那吗 我装作无视发生的语气 在我这呢 你刚走一会 我就着急上厕所 所以就把你手机撞我包里了 你一直在上厕所 对啊 我爽快地把他的手机递给他 周书阳面上一洗 眉头还没来得及书展开 而我下一句话 又让他僵住了 好久没去你家了 我想没求了 19 周书阳叹究的目光 落到了我的脸上 然后低头看了下时间 最后还是答应了 一路上 我一直抓着周书阳聊天 让他没机会发信息 等车驶入他家地库时 他的不安已经快要掩盖不住了 我只当做没看见 和他一起进了电梯 当电梯从第二上升到一楼时 电梯门打开了 好巧不巧 杨阳穿着短袖热裤 抱着眉球走了进来 眉球真乖 明天妈妈还带你出去玩 周书阳的脸一下变得煞白 而眉球看见周书阳 兴奋的又叫又哭 杨阳这才发现 我和周书阳站在电梯里 可他却不像周书阳那般心虚 反而朝我笑了笑 算是打招呼 周书阳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小月 我可以解释的 我只说了一句 先上去再说 电梯一路来到16层 不知道是不是周书阳做贼心虚 手汗流得太多 指纹怎么也打不开 然后他又开始恩密码 周书阳家的大门密码 一直说我的生日 现在他一连说了三次 都显示密码错误 就在这时 抱着眉球的杨阳凑了过去 让我来吧 老 他最后一个词只说了一半 就被周书阳立声打断 杨阳朝周书阳乖巧的吐吐舌头 似乎并不介意他恶劣的态度 他柔声道 之前我录指纹的时候 连上门锁的app 为了安全 我就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密码删掉了 他的手指刚贴上指纹锁 就听到锁舌缩进去的声音 咔哒一声 门开了 因为对冻毛过敏 我从包里拿了个口罩 正准备戴上 杨阳冷笑一声 一个营业员还真是矫情 既然这么讨厌煤球 还嫌弃他臭 就不要来我们家了 说完 他猛的一把将周书阳拽进了屋里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二十 随即 房子里面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周书阳大声吼道 你是不是有病 我只是雇你来溜煤球 你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 杨阳哭喊的声音里透露出委屈 我是有病 我有病才会那么爱你 他到底哪里好 你女朋友连看煤球都要戴口罩 他这么嫌弃你儿子 你受得了 周书阳 我女朋友只是对冻毛过敏 我警告你 赶紧让开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杨阳歇斯底里 来呀 你不客气呀 我现在就把衣服脱光 我还嫌你太客气了 然后又是一阵推嗓声 门终于被打开了 周书阳的T恤被扯破 杨阳衣衫不整地跌坐在地上 还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闹剧 我淡定地走了进去 踏入餐厅 一张长方形餐桌占据了中心位置 桌面上铺了一块蓝白格子的桌布 上面正放着四菜一汤 我出言讥讽 周书阳吃得还挺丰盛的 周书阳急得想要解释 却被杨阳打断 别在这里对周医生阴阳怪气 这饭是我自愿给周医生做的 周医生天天吃外卖肠胃 都吃出问题了 你这个做女朋友就没点责任吗 我好笑道 我又不是他妈 还管他拉屎吃饭 听完我这话的周书阳 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与失落 这可把杨阳心疼坏了 你只是个营业员 男朋友事业这么成功 你为什么就不能多付出一点 还要摆公主架子 她的声音充满了愤恨 仿佛我是个食恶不赦的罪人 如果周医生是我的男朋友 我会把她衣食住行 伺候得妥妥贴贴 而不是像你 只会要他给你买奢侈品戒指 我懒得与杨阳分辨 转头看向一言不发的周书阳 那我走 21 最后周书阳还是让杨阳走了 我并没有任何一丝胜利的喜悦 因为在我看到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时 已经打算和周书阳分手了 来这里只是亲眼确认下 顺便死个心 周书阳在我对面坐下 开始给我解释 无非就是杨阳没了工作 就找了个晚上给人代价的工作 周书阳觉得太危险 正好之前上门喂养煤球的人不干了 他就让杨阳过来喂煤球 每天陪煤球在室内玩一个小时 再带煤球户外一小时 杨阳来了几天后 就发现周书阳一直吃外卖 就开始天天给周书阳买菜做饭 周书阳要另外给他钱 他怎么都不愿意要 所以这一个月 杨阳每天下午三点就到周书阳家里 先陪狗玩一会 就开始给周书阳做晚饭 然后再带狗出去户外 正好等周书阳一起回家 其实我也和杨阳说了很多次 让他别再给我做饭了 他就是不听 周书阳叹了口气 就像今天 明知道我和你出去吃晚饭 他还是自我感动做了一桌子菜 周书阳还在喋喋不休 我出声打断 周书阳我们分手吧 22 为什么 周书阳一脸的疑惑 我让他来我家喂煤球 真的只是可怜他要还贷款 家里还有一只得乱猫船赴的小猫 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 现在甚至有点讨厌他 我看向周书阳的眼神 没有任何温度 讨厌他 还同意他每天喊你老公 你果然偷看我手机了 周书阳有种被揭穿的恼羞成怒 我会和他说清楚 让他以后别再这么叫了 我玩耳一笑 眼中却满是冷漠 不必了 反正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觉得你和杨阳真的挺配的 周书阳怒道 你非要这样强势吗 我对你哪里不好了 你喜欢吃辣 我哪怕饭肠胃炎也都会陪你去吃 你不喜欢做饭 我从来没指望你给我做一顿饭 你说你喜欢十几万的地府尼钻戒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答应给你买 哪怕你对眉球过敏 将来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一起生活 我也没放弃 哪怕我们身份悬殊 我妈死活不同意 我也一直在坚持 听到身份悬殊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一个宠物医院的院长 是我给安排的 每个月固定两万月薪 还有奖金 他现在租的房子 也是我的 原本这套在江城市中心的房子 是值两千万 正常租的话是三万一个月 但他每个月只需要出五千块的租金 是我让表姐出面租给他 说是员工福利 我买了戒指 后面我就让表姐以宠物医院分红的名义 把这笔钱给他的 这么一回想 我还挺累爱恼 周书阳除了善良 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况且这段时间看下来 他的善良根本没有边界感 我们确实不合适 23 和周书阳提分手的第二天 他就把警告杨阳的对话截图给我 周书阳 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如果这段时间因为可怜你 而给你任何错觉 我很抱歉 以后你不用再来我家为没求了 我女朋友生气了 我会给你一笔钱 作为之前你就没求和给我做饭的补偿 杨阳一连打了很多语音 视频 周书阳都没有接 甚至回复 如果你在骚扰我 我就拉黑了 我选择了无视周书阳 之所以还没把他拉黑 是我想着怎么处理宠物医院的事 平心而论 虽然周书阳不是位医术顶尖的宠物医生 但他却非常负责任 有爱心 他当院长的这段时间 医院虽然没太多盈利 但口碑做得很不错 所以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半夜 我突然被周书阳的电话吵醒 我本不想接 可他接连打了很多个 以我对周书阳的了解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样 果然电话接通后 周书阳急切的声音就传来了 小月 煤球拉血了 情况很不好 你要不要到宠物医院来看看他 煤球也算我云阳大的 多少有些感情 外面下着大暴雨 我随手拿了一条连衣裙套上 就赶了过去 等我到医院时 医院的一位副院长 正在给煤球做B抄 他指着屏幕给周书阳看 应该是误实了什么尖锐的金属制品 割伤肠道导致的便血 周书阳一脸愧疚 是我这次我找的上门喂养 太不负责任了 害了煤球 他的话还没说完 宠物医院的大门 砰的一下被人推开 杨阳穿着一身卡通睡衣 早已被雨水浸透 紧贴在身上 脚上踩着的夹脚拖鞋 有一只已经断了 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姿态 急切盯着周书阳 煤球怎么样了 周书阳站在那里 目光紧紧锁定在杨阳的身上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 难以掩饰的心疼 而当他视线转向我时 又变得复杂起来 和周书阳认识那么久 我当然知道他眼神中的含义 我一身连衣裙 加上我把车停在了店门口 没淋到一点雨 自然显得从容淡定 和杨阳狼狈至极的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书阳没有多眼 只是缓缓地 将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 披在了杨阳的肩上 动作温柔而坚定 就像是在守护一件 无比珍贵的宝物 24 两个小时后 没求尝到的异物 被取了出来 我离开时 周书阳和杨阳正相拥而弃 到家后 我就收到了周书阳的微信 如果你坚持要分手 那就分手吧 我甚至懒得回复 重新洗了个澡 赶紧睡了 一周后 我正在上班 表姐给我连打了两个电话 小月 你快看杨阳的账号 她这回又在宠物医院直播 前两天 她就带了只小猫到宠物医院来 假装咨询各种问题 其实一直拿手机直播周书阳 给宠物看病 我以为她只是播一次 没想到这两天天天来 我点进了杨阳的直播间 宠物医院院长的小娇妻 在线人数有20人 她这回正在拍医院的环境 有几个顾客显然不愿意入镜 都在躲避镜头 而杨阳直播间的评论区 好像对医院并不感兴趣 很多人都在追问 那只得了猫传父的小白猫 杨阳一律不回复 网友C 主播已经拉黑我两个号了 是不是做贼心虚 那只小白猫到底怎么样了 之前还说每天更新她的情况 现在不仅不更新 每晚还卖惨直播带货 网友D 这个主播我怎么有点眼熟 你该不会吃快手咪咪羊吧 之前就爆出来 拿流浪猫摆拍做噱头 想当网红 后来人肉网爆才注销了账号 随着这条评论出来 质疑的人越来越多 杨阳匆忙下播了 我又打开店里的监控 杨阳坐在店里伤心抹泪 周书阳把顾客放在一边 耐心安慰着杨阳 这两人真是颠到家了 我忍无可忍回复表姐 赶紧让周书阳滚蛋吧 25 解雇掉周书阳 便宜租给他的房子自然也回收了 我又找了位能力强悍的医生来做院长 我的想法一直没变 遇到可怜的小动物能帮则帮 但不能亏钱 三个月后 周书阳死活要见我一面 我们约在了咖啡厅 我刚坐下 周书阳像到苦水般开始控诉 原来相处之后 他才发现杨阳根本不像他想的那么善良 单纯 他为了运营账号 经常摆拍流浪小猫 之前他坚持要带走得了猫船舟的小猫 因为他没了流量 他就直接把猫扔了 他还在杨阳的旧手机里 发现了之前摆拍煤球的视频 原来他那时候就煤球 就是为了当网红 周书阳恨恨到 后来被人扒出他作秀摆拍 被人网报了只能注销账号 这才想起来把煤球还给我 上个月 我原本应聘了一家宠物医院做副院长 他又跟着我去做了收银 我千叮宁万嘱咐 让他别再偷拿店里的东西 可他为了运营账号 又顾忌重施 结果这次被人报警 抓了进去 可能还会判刑 我也因此丢了工作 还进了行业黑名单 周书阳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然后小心翼翼打量着我的神情 小月 前两天我听之前宠物医院的老员工说 那家宠物医院其实是你家开的 我点点头 周书阳急切地看着我 小月我真知道错了 能不能让我回去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一心一意对你 我淡淡道 周书阳 你其实和阳阳是同一种人 只是你隐藏得更深罢了 说完 我拿起包就走 刚坐到车里 我就把周书阳所有联系方式拉黑 26 一路上 阳光正好 我也很好 只愿 爱情祭天 事业无边